郭森森的《孤駕王》 來到現場 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 你好 家電產品的業務 是 照這個拍起來 你應該對店裡各項產品 遼弱執掌 大部分都了解 你在家電業從事多久了 這個工作大概從事了兩年 那之前的工作 從退伍到開始做 從事家電業的工作 所以大概五年 五年的時間 那你在 譬如說 你跟別的家電業務有什麼不同 你比他們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比較厲害 因為我們是 一般是針對於採購的部分 可能就是了解 跟他們確定一些商品價格設定 所以你不是面對顧客 我們不是第一線 我們是第二線 所以你們是面對廠商對不對 我們是針對 比如說各大賣場 像一些 比如說Costco 家樂福那些 OK… 來 請你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呂志祥 今年28歲 身高170公分 體重61公斤 然後我是雙子座的O型 可是我要澄清一點 我不是一個花心的雙子座 然後我是從事家電產品的行銷業務 那我每天早上都要處理很多的訂單 希望今天來到這邊 也能夠讓我成為你幸福的訂單 謝謝 Woo 幸福的訂單 不錯 雙子座就是有什麼部分 雙子座 一般來講 好的方面是反應比較快 然後比較活潑 購病的就是 購病就是說像悶燒 花心 對 你說你沒有那個部分 對 我沒有花心 你只有優點沒有缺點 有悶燒 這也很老實 對 來 請把卡片給我 好 我吹沒了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中段班 中段班 為什麼會進入中段班呢 請別真的告訴我 米妮 她剛剛一出來 那個抖角 一出來怎麼叫抖角 她怎麼樣 我是在打節拍 抖角應該是這樣子吧 我跟你講 我一年抖幾千次 你知道嗎 不是嗎 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 她剛剛我也是覺得在打拍子耶 我覺得是抖角 抖角是這樣子啦 抖啞 抖啞 這個是 馬上就那個動作 我不是很喜歡 來 彤彤 比較喜歡高一點的男生 大概175 這一直是我的致命傷 你也 感覺你也知道這個小問題 對 我一開始以為 全部的燈都會滅 剩下所以沒有 所以你這樣子已經很滿意了 對不對 已經達到你這個 滿意標準了 對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你希望175 是不是 來 小小 你好 你好 就是 好 你的眉毛長得很有性格 就是我可能沒辦法 靜下心來瞭解你 你說 她眉毛長得怎麼樣 讓你無法靜下心來 就是他們可能 隨時會Give me fight這樣子 好 活躍 活躍的一對眉毛 對... 這個可以修飾 可以修飾 你拔掉的時候 來修飾 眉毛活躍 沒什麼不好啊 每個人臉上 都有一些特色嘛 來看看這一道 就是有的是眼睛啊 你是眉毛 這很特別 可是會讓他無法 靜下心來是吧 是 會打擾你 對 因為一直專注的看他們 就是很雀躍這樣 看到你的眉毛會雀躍 真的嗎 雀躍 會跳起來嗎 對... 我想連接小小剛剛說 他那個眉毛的地方 就我剛剛 因為我是站側邊 然後我就看他 我覺得他有點像孫悟空 孫悟空 他像孫悟空 那你有注意到 他的眉毛的那個跳躍的部分嗎 有 活潑熱情 有看到嗎 有 真的 我還不太會變魔術 所謂的眉毛傳情對不對 來 邦尼為什麼留登 我覺得我被他影響 他說他像孫悟空 你很討厭耶你 因為這樣子 你的蜘蛛巾什麼時候會出現 可是你沒有被影響之前 你一定有一個亮燈的原因嘛 會他留著燈 是為什麼 我覺得他還滿幽默的 請問你平常笑話很厲害嗎 笑話很厲害 笑話偶爾會講冷笑話 這樣嗎 對 我可以聽喔 來 冷笑話伺候 你有聽過一個你有我也沒有的 沒有 我也沒有的笑話 你的題目到底是什麼啦 再一遍 你有聽過沒有我也沒有的笑話嗎 沒有 我也沒有 隨便說這是冷笑話啊 悟空不得無理 阿媽咪巴咪呼 沒有緊箍咒 怎麼樣 好不好笑你覺得 你覺得呢 你又講另外一個冷笑話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 你覺得有沒有的笑話 你覺得呢 亮燈燈 來 沙妮 我想請問一下王子就是 你會不會很愛運動 我平常工作關係比較少運動 不過假日都會出去 踏青散散步走一走 因為我喜歡肌肉比我大的男生 這可以多多訓練 你到底是有多大 比你大應該不是太難吧 因為我以前是游泳隊兼田徑隊 游泳隊兼田徑隊耶 那你除了做正常的訓練 你有做重量訓練嗎 有 我以前有八塊肌 八塊肌 分別是長在身體八個部位 沒有...就這一塊 真的 你有八塊肌喔 以前啦 以前 現在呢 現在... 還有嗎 沒有啦 可是你現在還有持續在運動嗎 有 可是就沒有做這麼重的訓練 對不對 對 來 品妮 我很喜歡他剛剛在裡面那個斗角耶 你覺得是打拍子還是斗角 我覺得是打拍子啊 是不是 對啊 奇怪了 終於有人了解我了 斗角打拍子傻傻分不清楚 這樣子 感覺有信心了對不對 有 感覺我長高了 沒有... 等一下就會長高了 看完王子的生活 我的興趣跟一般的男生都差不多 可是我最近迷上了 攝影 因為以前出去玩呢 我都沒有拍照 所以覺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現在我想用相機 記錄起一切美好的認識舞 另外呢 我非常喜歡唱歌 因為有時候唱歌可以唱出 平時說不出口的心情 而且呢 我也喜歡聽到自己的聲音 有一直在進步的感覺 雖然我的觀眾 一直都只有我而已 我喜歡個性開朗活潑 跟我有共鳴的女生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你成為我第一個聽眾 你不可以選一首快樂一點的歌嗎 好 這一份為之動容啊 有幾位面燈 幾位 小禎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不喜歡她唱歌 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事情 只是在家會 妳不喜歡她選的歌 不是 很愛那一首歌 好 有眼光 對 因為在家已經有一個妹妹很愛唱歌 常常製造噪音 然後又看到她家連就是 那個 對 家裡面自己有機器耶 都有 一定很熱愛唱歌 我覺得我會有一點受不了 如果另外一半不喜歡唱 我是不會去唱的 因為她會覺得我很醜 上妮 因為我很不會唱歌 就是除非你可以忍受我無音不成 妳可不可以接受人家唱歌呢 我可以 但是因為我覺得別人 像我哥很會唱歌 但是他就不能接受我唱很難聽 那是因為他是你哥哥 不會啊 我還滿能接受的 對啊 一起進步 不過現在目前 有一個人一點都沒有被悟空影響 就是Bonnie 好 好 目前還有沒有什麼事情 你有點擔心 還在觀望的 請問你平常會抽菸喝酒 抽菸會 只是小酌 那如果另外一半不喜歡的話 我會介意 抽菸小酌 不是 抽菸會 抽菸不多 你說抽菸會 可是平常喝酒一點點 對 好 接下來 我們要看一看 你的推薦 哪一位做推薦 阿姨 阿姨是 金阿姨 長輩型的還是跟你 長輩型的 王子的推薦 我們呂志祥的個性 非常的樂觀進取 他之前有交過一個女朋友 交了八年 他是一個非常專情的男孩子 他平常喜歡爬山運動 然後對父母也很孝順 那麼他的家庭環境非常的單純 我希望他藉由這次來參加會節目 能夠遇到非常好的女性 然後我們大家都替大家加油 思想加油 思想加油 Pony 妳知道妳的燈還是亮著的嗎 我知道啊 是妳的自主行為對吧 我以為他忘記按了 可是妳講這話 帶著一種喜滋滋的感覺 恭喜兩位 請你牽著Pony的手來到中間 謝謝 最後剩下一個燈的時候 我想除了這個男生之外 大家都很緊張 可是Pony最後為他留燈了 我覺得還滿幽默的啊 滿幽默的 比較重要 是嗎 滿意嗎 滿意 好啦 我代表關心一步上 恭喜兩位在一起去約會吧 出事以後他們就快樂地 前往西方取經了 這是王子的約會 一開始啊 被滅了那麼多燈 我想說可能第二輪就去夢見 然後沒想到還有一個女生 會有願意有燈 然後我覺得 可以跟大家好好地出去約會 然後嘗試一下 增進彼此之間的感覺 思想要幸福喔 好 歡迎回到王子的約會現場 這邊有一位新朋友明娟 大家好 我是明娟 今年21歲 天蠍座O型 我的興趣是唱歌 看電影 我喜歡的男生類型 脾氣要好 身高大概175左右 個性要外向 還要是個可以帶我出去旅遊的男生 來 我們來看一看 王子的介紹 大家好 我是劉士惟 今年31歲 假如電視新聞說 有一種飲料被下毒 你的直覺判斷是哪一種呢 提升飲料 茶類飲料 碰水 你會選擇哪一種 選好答案了嗎 待會讓我來告訴你它的含義 因為我是精神疾病醫療審查助理 我的工作就是協助醫院審查患者嚴重程度 來決定是否需要住院 我是劉士惟 就讓我來為你公佈答案 我的直覺 就是其中一個飲料 選擇完畢 代表你是一個精神異常人 不妨也來做一做實驗啦 歡迎王子出場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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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測試你的憂鬱指數嗎 如果有一罐飲料下毒 你覺得是哪一種飲料 水 茶 跟提神飲料 是 精神疾病醫療審查小王子 提供鑑定設施